国家警报就想了 你还没有收到吗 赶紧下载APP 让你不要变成边缘人 地震还没来 手机警报已经大响 侦测你的位置 预估阵度 倒数阵波抵达时间 安卓用户大赞 KNY台湾天气这款APP 比国家警报又用多了 因为我们这边阵度不够 但是我觉得很大 如果是十几秒 应该住低楼层的 应该会比较好一点 至少不会吓到 民众马上被推坑下载APP 选择阵度达到几级 要想多大声 甚至有人为此想跳槽 去安卓阵营 不过国粉也不用担心 地震速报 今天没下载 昨天下载 昨天晃得蛮大的 想说好像有点危险 还是下载一下比较好 用iPhone也能提前收到 地震警报 iOS专用的地震速报APP 也能侦测小至一级的阵度 提早数十秒告诉你 甚至电脑专用的 地震WakeUp系统 也广受好评 毕竟国家级警报 需要达到规模5以上 所在地震度超过4级 才会响起 像是镇阳花连人 手机被刷3排 警报整夜睡不好 反观北部民众 像是被遗忘 气象鼠常误判震度 好多人从403强震 到现在手机都静悄悄 也让地震APP霸占 免费下载前三名 如果他想了 我可以说是先离开 我住的地方 拒绝当国家级边缘人 动动手指下载APP 地震速报不漏掉 怀疑新闻张响与本亿飞 特别报道 请订阅按赞 分享怀疑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要掌握全球时事 与最新趋势